贵妇是很有消费实力啦 但是你我就不见得可以花1500去跟人家学做菜 花1500去吃一顿带来的很多人都舍不得了 那么我们刚刚有讲到尾牙现在呢 也没有人会请多大牌的艺人去帮他们这个炒热尾牙气氛 因为现在流行平价嘛 景气就没有那么好嘛 那么难道大家都要把尾牙钱省下来吗 又少了那个过年前的那个feel 台北市商业处呢协调了四大商圈 一共有20家的店家呢 推出平价尾牙套餐 一桌只要2688呀 那么因为只有限量20桌难怪抢翻了 为了抢尾牙商机 大厨们忙翻了 那超多的电视它们超多的 尾牙跟过天嘛 对对对 师傅好手艺 尾牙传统菜 唐宋鱼看得让人口水直流 还有梅菜蹄膀 过年应景菜 当然少不了 这个超多配料的砂锅鱼头也是重头戏 尾牙吃葱柳鸡也是一定要的啦 而且价格很亲民 这一整桌的尾牙料理有鱼有肉 还有这一大锅的砂锅鱼头 但是只要2688元 你看只是整个整一盘 已经这么大盘已经够本了 这怎么样对他来抢就对了 是啊对了 很便宜很便宜 为什么 原来是台北市要推展观光 选六条通 吉林商圈 猫空商圈 与新北投商圈 共20家业者 推出10道菜 只要2688元的 胃牙料理 不过限量 20桌 经过披露以后 电话不停 我们直接都手软 原家至少3500到8000元的胃牙料理 现在下沙只要2688 还只有20桌 民众抢翻 也让商圈带来人气 成功炒热话题 这是张樊凡的教理台北 在方报道